如果你用差不多一萬元或兩萬多元 甚至乎好像我這樣 三萬多元買完MacBook回來 但當它是Windows機這樣用 甚至乎是甚麼個人化的設置都不合格 那就真的浪費了錢了 Hello 歡迎大家回到你的頻道 我是一個熱愛科技的魔術C-MAT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York Channel的朋友 讓我很快跟你介紹 在York Channel裡面 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使用的科技產品 科技知識和當然不少多的魔術片 甚至是魔術科學片 所以如果你不想錯過任何一條影片 記得記得現在馬上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鈴鐺 我一出新影片的時候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不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 我給你三幾鐘 3 2 1 OK了嗎 好 那我們就現在回到今天的正題 很多觀眾都知道我之前是在這個生果店做的 所以我就會經常見到很多不同的客戶 或者我身邊的朋友 他們花了一大筆錢去買了MacBook回家 至少對我來說是一大筆錢 可能對你們來說是散字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當你問到他們為什麼會買MacBook的時候 好大部分人就會回答你 是因為MacBook的樣子很漂亮 這樣也對的 我都完全認同 MacBook是真的漂亮的嘛 但是最慘的是 回到去 他們用了一會之後 就覺得Mac的系統好像不太好用 然後就裝了一個Windows系統 當它是Windows機來用 但是我想說 Mac好用的地方就是 在於它有很多東西可以讓你去設置 它將系統 Customize 到你自己最舒服的操作方式 但是問題是你開完部件之後 什麼都沒有設置過 加上可能是因為你之前沒有用過Mac的系統 所以就覺得它不好用了 所以如果你手上的MacBook是人生第一部MacBook 而你也是第一次用Mac的系統的話 答應我 看完這條影片 一步一步 然後我先設置好這10個設定 那我相信 你就會容易上手很多 不會再安裝Windows的系統 進去的啦 好 那各位觀眾 終於進入正題了 首先 第一個要設置的 當然要設置兩隻不同的手指 設置Touch ID的位置 就會在左上角 Apple Logo 下面的系統編號設定 裡面有一個Touch ID的選項 我個人就建議你 左右手都要設置 因為有時候你解鎖的時候 可能剛好有其中的手污髒了 那你就可用另一隻手的手指去解鎖 那可能你會問 如果剛好兩隻手都污髒了 那怎麼辦呢 那這個時候就要看你有沒有Apple Watch 如果沒有的話 就洗乾淨的手才再解鎖 那如果有的話 就可以跟著做第二個設置 設置完之後 你就可用你的Apple Watch來解鎖 那它的位置就是這個保安與私人裡面 那你只需要把這個 使用Apple Watch來解鎖 App和你的Mac打開 那就可以了 那你下次 如果需要解鎖你的MacBook的時候 你的MacBook如果偵測到你 帶著你的Apple Watch在旁邊的話 那你就不需要打密碼 或者不需要用指紋 你的MacBook都會自動解鎖 是非常非常之方便的 那既然我們進入這個保安與私人 就講完第三樣要設置的東西 就是要將這個進入睡眠後 立即換成電腦需要輸入密碼 將這個設置打開 那有很多人都是設置完一大量的密碼 和Toucher ID之後 打算試一下的時候 但發現 蓋上MacBook再打開的時候 竟然是沒有鎖 那其實就是因為這個沒有打開的原因 那Apple設置這個的原意 就是讓你如果只是很短暫地離開一下 然後再回來繼續用電腦的時候 就不用你再次解鎖 但是現在這個個人CNC最重要的年代 我就建議大家把這個設置為立即 那下一個是我認為很重要的設置 就是Apple最引以為傲的Trackpad 綜控版 那因為Apple的Trackpad 實在有太多太多的功能和手勢操作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用的話 就一定要花點時間 慢慢慢慢去提醒所有的手勢和功能 再根據你的個人喜好去設置 例如很多人會習慣輕點一下 來選擇一些東西 而不喜歡用力暗進去Trackpad 那你只需要把這個點一下來選按 去打開設置 那就可以了 那這裡我個人建議 大家把所有的三字操作 都改為做四字操作 那為什麼呢 那這裡就要講到第五個設置 就是這個三字拖二 所以大家都試過 如果要移動一些檔案 或者一些視窗的時候 你用一隻手指用力暗進去Trackpad 再去動來動去的話 其實都真的幾不方便幾麻煩的 那所以你現在只需要在這個 輔助使用 下面的這個指標控制 再按這個觸控版選項 再把這個啟用拖二打開 再選擇三字拖二 那就可以了 那你現在就可以很輕鬆地 用三隻手指去移動 你想移動的檔案 或者一些視窗的 那我想說這個功能 真的很好用很好用的一個功能 相信我 你用過之後 一定會多謝我的 那所以如果你想多謝我的話 可以現在就立刻幫我like這條影片 以防你一隻不記得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下一個 就來到這個 顯示器了 因為我本身是喜歡這個偏冷的色調 還有我經常都會做一些例子 是執照或者影片調色的工作 那所以我們會刪除這個 True Tone原色調 而上面的這個縮放功能 你就可以根據你自己的個人喜好 去調整一個適合的大小比例 那我個人就喜歡一些icon和字是小一點的 一來它的觀感會好一點 那二來它在一個有限的螢幕裡面 有更加多的使用空間 而第七個設置 就是在你Apple ID裡面的iCloud 隔離這個iCloud雲碟裡面選項的 這個桌面與文件資料夾 那我個人就記得要把它關掉 除非你有2TB的iCloud容量 如果不是的話 你所有放在桌面的資料夾 文件 照片 全部都會自動幫你 synchronize 上去iCloud 那你很快就會收到 iCloud已經滿了的通知了 那所以我就一定會把這個設置關掉 如果又要放在iCloud 就直接把它拉到iCloud的文件夾裡面 那就可以了 而當你第一次打開Finder的時候 你應該會發現是少了很多 在Windows上會有的資訊 那不用怕的 你可以打開Finder左上角的編號設定 接著再來到這個側面欄 將你一些日常會經常用的文件夾 把它打開 那你下次就可以很快在Finder的側面欄 去找到你自己所需要用的文件 那之後我們再在上面這個顯示方式裡面 將這個路徑列、狀態都把它打開 那你就可以很直觀地看到你現在用的Finder的路徑在哪裡 還有它還剩下多少的容量 那接著來到第九個 就是關於我們在桌面會看到的這個Dock 那我們可以在系統票設置裡面的Dock預算單列 那在這裡我們就可以調整你想要這個Dock的大小 或者它在螢幕上面的一個位置 甚至乎如果你想將它不用的時候 將它隱藏起來也是沒有問題的 又或者將一些不使用的軟件在Dock上面移除 再將一些自己日常會經常用的App 把它拉下去也是OK的 那來到最後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這個Hot Corner熱點功能 那這個熱點功能不是平時手機Share Hotspot的熱點功能 這個功能是你只要將你的鼠標移去螢幕四個角落 就可以立即觸發到不同的功能 例如你可能上youtube看影片 但當你看到你的老闆過來了 關不切的時候 你只需要將你的鼠標移去左下角 就可以很快立即進入睡眠模式 是不是很方便呢 這個功能就會在系統票號設定裡面 桌面與螢幕保護程式下面的這個熱點那裡 那你在這裡就可以設置四個不同的角落 所對應的四個不同的功能 都是因應你自己的需要去設置就可以了 好這些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10個買完MacBook之後一定要做的設置 那你說是否只有這10個設置要做呢 其實就一定不知這麼少 畢竟MacBook有這麼多不同的功能去用 要講一下應該講一天都還沒講完 那所以這10個設置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想幫助你可以更快去上手 還有用起來是更方便更加順手的 而隨著你不斷去用MacBook的時候 你其實就會自己慢慢慢慢再發掘到 更加多不同的新功能出來的了 那所以聽我說 如非必要的話 都真的不要買MacBook 然後去裝好Windows 拿去Windows機這樣用了 那如果看完這條影片 是幫到你對Mac系統有更多了解的話 記得幫我like這條影片 和share出去給身邊的朋友提 還有記得要subscribe我的頻道 支持一下 如果你都喜歡這類型的功能技巧分享的話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者跟我說一下 你還想看什麼類型的功能分享 那我是一個熱愛科技的魔術師Mac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Peace